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实体或其子公司进行交易 这八个应用程序包括蚂蚁集团的支付宝和腾讯公司的微信支付 该行政命令还指令美国商务部长来界定被禁止的交易 并执任这些相关软件的开发者或控制者 特朗普总统在这项名为应对中国公司开发或控制的应用程序 和其他软件构成的威胁的行政命令中要求 从该命令签署45天后开始 禁止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或财产 与开发或控制下列中国相关应用软件者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 这八个与中国相关的软件应用程序包括支付宝 手机扫描应用软件 扫描全能王 手机QQ钱包 急速文件传输软件 茄子快船 腾讯QQ 影音下载播放软件Vmate 微信支付以及中文办公软件WPS Office 行政命令指令美国商务部长来界定具体什么样的交易属于背景之列 并指认这些应用软件的开发者和控制者 他还指定商务部长继续评估与中国有关的软件应用程序 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美国经济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并根据2019年5月15号发布的保护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13873号行政命令采取适当行动 这项行政命令指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以窃取或其他方式获取美国人数据的持续活动明确显示了 使用批量数据来推进中国经济与国家安全议程的意图 美国必须针对那些开发或控制与中国有关的应用软件的人 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行政命令还规定 在此命令发布之后的45天之内 商务部长应与司法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协商 向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供报告 并提出防止向美国的外国对手出售或转让或接触到美国用户数据的建议 在特朗普发布了这项行政命令后 商务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根据总统指定的给商务部长的权限 他已指示商务部开始实施这个行政命令的指令 包括确定哪些交易是受到禁止的 他说 我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承诺 即保护美国人的隐私和安全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威胁 商务部将利用这些行政命令的权威 继续确保我们的国家经济和人民安全的使命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位资深官员 星期二在这项行政命令发布后 向媒体举行了背景吹风会 其中一位资深官员说 该行政命令应对的是过去几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 通过中国的软件应用程序所构成的持续威胁 实际上是在不断增长的威胁 这位官员说 通过接触到美国人的个人电子设备 例如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甚至计算机 这些相关软件应用程序 可以而且经常从这些设备的用户那里 接触和捕获大量信息 通常情况下 这些信息可能是敏感的个人身份信息 也可能是某种私人或特权信息 在被问到这个行政命令究竟要禁止的交易是什么时 白宫资深官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他说 我认为我们最好的期望 至少现在在最终决定之前是 他看起来就像商务部为实施8月6号公布的 有关TikTok和WeChat的行政命令而发布的监管框架 所以他应该不会针对这些企业的员工 至少目前并不预计会如此 我们知道 美国政府去年下达了针对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微信海外版WeChat和视频分享平台 抖音海外版TikTok的交易禁令 当时这些措施也是让广大在美华人惊出一身冷汗 但这些措施在美国联邦法庭受到起诉 联邦法官下达了临时禁制令 有关禁令目前尚未执行 特朗普发布这项最新行政命令 距离行政当局换届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至于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机采取这个行动 白宫资深官员说 本届行政当局在我们与中国的总体战略竞争中 采取的许多行动也许晚了 但是晚了总比永远没有好 所谓也许晚了是说这些行动之前 多年前就应该采取 目前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未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至于这项行政令 最终是否会切实执行 还有像四个月前的微信与TikTok禁止令一样 赴死胎中 我们只能等待最终的执行决定 好在这些支付软件并不会对大家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隔三差五针对中国软件的禁令 的确是让大家操碎了心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